BNO 吾嘉一 簽證 開始申請了 你準備好了嗎? 英國地址準備好了嗎? 有沒有考慮將你的資產一起移民去英國 或者分散投資去其他地方呢? 混願移民幫到你 快點打來 6 2 2 1 4 4 3 8 報名吧 好 剛才說到一個成語叫借刀殺人 這個人 劉世良似乎是寫出他的技能借刀殺人 我不是這樣說 當時黎智英說這件事 他坐在旁邊 我也肯定他知道不是這件事 但他沒有反駁黎智英 我乾脆殺人工的就是黎智英 我覺得是這樣 你先幫我說一下 為何這件事很重要 有些人覺得現在我落井下石 我不是落井下石 例如對黎智英現在的遭遇 我們是同情的 我們覺得他不應該受到這種對待 但問題是他講過這些話 這是歷史事實 劉實良在坐在旁邊 一單或一單 一定要講 你再講 我覺得 講回這個很小的事件 即是他上的節目 即是我的主持 我請了你 你很給面子上來的嘉賓 你說的那些 就 我明知不是 我明知不是 或者不同立場的事情 無論如何 我覺得 就不會即場去矯正 你這樣不對 即是我不給面子 但 但我 都可能會 當場表明自己的立場 即是你講你的看法 我說我的看法 即是台中我們經常都是這樣的 即是你聽過我們的節目 我們不是一樣 都是同體法 討論 即是我們只是在鏡頭面前 聊天給你聽 即是 即是我覺得 他講完 他就講回你那個 如果你不認同 還有你知道這個是有問題的時候 你一定是要展明立場 因為那個是一個事實 那不是一個討論 因為我在這裡做了 原來我也做了幾年節目 原來真的不說不說 我也有進步 各人有很多經驗 我也有請過嘉賓上來的 也有情況就是 他的立場是會不同 或者他說的話是有問題 或者我的政治不正確 對我來說 我也有試過 即是他講他的 我補一下票 即是補一句 即是你不要叫做矯正他 但至少你繼續戴頭盔 即是先保護自己 即是如果你不出聲的話 就不單止沒有保護自己 還有一層意味就是 你是默許認同 說到這裡 其實整件事的問題是甚麼呢 就是在這個運動 這個運動 我們覺得是始於2012年 發展到他中斷的時候 大家對那個運動的前景有不同的看法 有些人就說 應該是和平理性非暴力 非粗口 劉慧卿到今天都應該這樣說 就要找一個方法 跟這個北京溝通 但去到中斷的時候 大家覺得就是 政府沒有 即我們看不到一個誠意 就是政府是想跟你溝通 這個是在2014年的時候 我還在港珠的時候 我已經感覺到這件事 已經感覺到這件事 另外一件事就是 譬如對運動組織的形式 譬如最具體的問題 有大台 14年的模式 14年的模式 也不是14年的 一直以來的模式 大台本身 和某些前線的朋友 他們出現一個非常大的矛盾 我親眼所見的是 龍和道那天 他們叫不要出去封路 有些人出了封路 大家就糾纏 這個問題 那段時間就是互相抵消 互相抵消 沉溺了大家思考的問題 就是究竟走下去 其實是哪一種態度 是對的 但那不是純粹的態度 而是對香港整個前景 一個很不同的看法 現在可以說回2014年 因為其實這個 你所謂的方向 或者路線的問題 由2014年 比較容易摸到物落 就是簡單一點 只是簡單一點兩邊 一邊覺得要積極一點 一邊覺得要保守一點 就是這樣 就是很籠統的說法 當時泛民的路線 就是一路二零的路線 一定是要保持以前的路線 我們要和平理事 溝通 其實對於他們來說 他們要留在制度裏面 用制度來改變制度 好像昨天看了那套ViuTV的電視劇 他說你留在警隊 你不升高 你怎樣可以改變制度 你不留在制度 你什麼都輸了 其實泛民 真的是這一隻 你叫他們不要選 或者叫杯葛選舉 他們一貫以來的說法 或者他們真心相信 就是覺得 索顏 如果我不選的話 就整個制度 都給他 整個議會 我連說話 連改變的機會都沒有 這個就是泛民的路線 而另外一個路線 就是生起後起之秀 一班青年 年輕人 一班青年 初生之族 可能很多都什麼都不認識 你看19年有很多年輕人 其實什麼都不認識 那 誰又不知道 什麼黨都不認識 那時候出來 就是覺得 但是大家一樣 就是覺得要改變 尤其是出來 又為了改變 就是覺得那是一個改變的機會 為什麼這麼多人出來 就是覺得 終於那個時刻到 終於改變香港的機會到 不再是以前的 那些什麼遊行 遊行 和遊行 就覺得這次的人不同 雖然很多 你看到五湖四海 什麼鬼 就是江湖有什麼都出來了 是不是 C.I. 姐姐 全部都出來了 大家覺得 這個是那一刻 就是那個時刻 我要說 其實有這樣的 大家不同的理會 是沒有問題的 但問題就是 你去到某一步 你說這些人是鬼 是呀 兄弟爬山 各自努力 一四年就開始講 你可以做你的事 我可以做我的事 但是 你敢衝發你就是鬼 後面那個字最重要 本土 那時候 如果說到最極端的 就是 有些人說 本土派其實是鬼 就這麼簡單 整件事我覺得就是 就這麼簡單 那時候 那時候怎麼這麼說 傻的 你怎麼這麼公道 戴口罩就是鬼 是呀 你可以這麼說 因為 整班人圍著我 那時候我忘記了 幾個人 我不知道 因為很多人 30個人圍著我 你怎麼戴口罩 你戴口罩 你戴口罩 我記得那時候 有一個男人 跑了出來去煲 我沒有問題 戴口罩 那時候我小時候 很幼嫩 這是幾年的事 14年 這個組 我不是說那段時間 因為那時候 說鬼 可能都有人說我是鬼 我不是戴口罩 不戴口罩 而是去到 我想是2016年 我想提到 2016年 去選 選本身就是 出現一個很大的事 甚至是一個 本土派是鬼 這個很籠統 但是 其實他不斷 正在塑造這件事 我想說一件事 為何會 要去到這個地步 要去說 背後的原理很簡單 就是 擔心本土派 所謂本土派 搶走了泛民 在議會裏面的議席 那時候我還小 14年 在很多方面 還很小 包括政治上 很幼稚 很幼稚 很幼亂 沒有想到 原來 14年 政黨和政客 已經在想 15、16年的前線 當下 我們出來拼搏 前線的 年輕人 很多 都是看眼前的 那一刻 就是覺得眼前 就是這個機會 就是我們要改變 就是 這一下我們要把握他 不想到之後 本死無大礙 打死罷就 是這一次 你這次不握他 等何時 但這個時候 你不知道 原來有派人 他真的不想著握他 即是七分應付一下 即是七分發展 即是應付一下 又宣傳一下 原來是在想 14、15年 是有這個立法會 不是 區議會 是的 所以當時原來他們已經在計算 因為在那個佔領 快完14年的時候 已經聽到 有人給錢 說 如果哪個選區 要給他20萬 的確有 這件事 就是聽到 但最後 最後不知道 即是當時已經傳了很多這些 即是很多人已經在部署 拘損的事情 那我就說 不要緊 原來那些人真的是 然後你看到一個青年新政 即有敗友已經 哇 已經部署了 甚至乎我聽過黃之鋒 他在香港眾戰這個組織的時候 即是在14年 我聽到一些 他們在圍內的人說 他的念頭 他的計劃 是甚麼時候來的呢 他從14年開始 部署 就要有一個組織 來承載這些光雲 繼續下去 繼續 這個計劃 即是 我自問 我真是 太差勁了 不適合從政 太冷又亂了 真的想到那些年輕人 那時候幾歲 十年 十五六歲 你在想 15年來 拘選16年 立法會選舉 我當然要動 動之旗出來 接著14年這些光環 但我們這些傻狗 就是想到14年 我們眼前的一刻 一定是四個 路線就已經很遠 到2001年 那些前線 都是這樣 即是 剛才我們說的 是基心 即是 你很早想定 那無所謂是好還是不好 即是 我個人意見 譬如說 你可以反過來說 他很成熟 他看得很遠 但現在最大的爭拗點是 譬如他們說 管都派軌 這個基於是一個 很冷靜的分析 就是 真的懷疑有班人去衝 其實他們是鬼 還是後面 剛才剛才說 他已經量度了一件事 就是 鋪牌獎 2016年選什麼 選什麼 現在又有個威脅 就是這班人 如果上位 這班人會搶掉我們的政府資源 所以他們說 這班人是鬼 這件事 台長我非常認同 就是 其實你可以說 他是很成熟 很有經驗 看了很多年 這些 政治的大事件 你會看到 其實這件事 不是完結 就是這個時刻 也不要緊 剛才我所說的 路線不同 看法不同 即是我們覺得 你可不可以拖煙 你是覺得 議會的路線 也算 但是 就是台長你所說的 過一屆 你便理會 我便理會 你便有些人去衝 你便去選 你沒有部署 但你不要因為為了 可能這邊的人影響了你的計劃 可能破壞了這個運動 搞到我們 吸不到選票 都可能是 你搞到 這麼暴力 搞到那些人走了 沒有人支持 沒有人來集會 其實很正勞 對於他們的傳統 正當來說 我一定是要去遊行集會 然後遊行集會 有多人 我才能吸到這班人 吸到這班人 就是捐款給我 投票給我 我要困住他們 然後繼續搞遊行集會 繼續這樣 即你是 我是一個 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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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最大的問題 就是你覺得 但你一搞亂了他的場 是啊 你搞亂了他的 你搞亂了他的 人家在tiktok 你disrupt了他的 business model 就是一路 議會議會議會這麼多年 去到19年 我就可以大聲說 因為我經歷了14年之後 我現在 在19年 看到的事情就變得多了 的確其實泛民 他們由始至終 他們都沒有放棄過 這個議會路線 即是沒有停過去思考這件事 他由19年 每一刻 其實他也是在部署 這件事 因為這個是他這麼多年來 他的本性 他的本質 就是他為何維持到 去到今天 因為這麼多年來 他也是這樣去經營 在這個問題上 我還加了一點 如果他離開了這個模式 他不會生存 譬如現在那個情況 你看到羅健熙 去到現在 他仍然說 對於選不選的問題 他們要交給大會 民主黨有不同的地方 我們覺得這個很奇怪 因為劉卿已經告訴他 已經跟你們 現在這班 這班 上了位 這班人說 是不要選的 我甚至聽到 在元老國派 都叫你們不要選 那你為何還在猶豫 這個問題 那我想 不如我們 休息回來 因為後面獻水的問題 就是那個 所謂投票的問題 好嗎